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委托一名新加坡人 带他在我国购买受限房产 今天被控上法庭 39岁的被告与本地委托人接踏时 委托人告知被告在我国条例下 外籍人士不得购买本地受限住宅 并建议先代替被告购买相关的产业 等他成为我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后 再把房产转让给他 被告同意了这个做法 并支付委托人部分费用 被告涉嫌触犯住宅房地产法令 一旦罪名成立可判最高10万元的罚款 或坐牢长达三年或两者兼施